调查时间结束 同学们乘坐电梯来到审判室 大家好,我是沐春 一次被杀两人,审判室的空位又增加了 这次受害者中的林田是音乐社员 虽然很啰嗦,但却是个乐天派 在大家情绪低落的时候,还给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 另一个西元寺是舞蹈家 外表可爱,但任性又毒蛇 杀害两人的凶手就在同学之中 第三次围绕希望与绝望的班级审判 现在开始 为了便于分析,先把大家分为医院组和旅馆组 医院组除了得绝望病的博之、林田和赤英外 还有罪目、九头龙和日相 旅馆组则是索尼亚、田中、左右田以及七海和西元寺 当然由于禁止在医院过夜 即使是医院组的九头龙和日相 也是回房间过夜的 日相回忆那天,他被罪目叫醒 说博之的病情好转 于是两人来到医院看望博之 之后就让老累的罪目去休息室休息 日相则到了医院大厅 那时候明明还没到约定时间 但通讯器在接收讯号 屏幕上出现一个头戴麻袋的人 爬上梯子的画面 日相第一反应 是赶紧跑向设置通讯器的音乐厅 但是没能来得及 戴头套的人已经上吊了 于是去旅馆叫人 第一个找到的是七海 之后是九头龙和罪目 罪目说刚才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就去寻房 却发现林田不见了 在寻找林田的时候 在医院门口遇到了九头龙 日相得知林田不见后 想说那个戴头套的人 会不会就是林田 所以准备进入音乐厅 但门似乎是关着的 于是四人合力把门撞开 但看到的却是两具尸体 接下来大家先把被掉的尸体放下 解开头套后发现果然是林田 九头龙说事情很明显 日相在去旅馆叫人期间 凶手杀害了西元寺 博之说客观的说 你的推理很合理 但其中明显有问题 看到上吊影像的只有日相一人 第一个发现林田尸体的 也是日相一人 那日相要是说谎 那一切都不成立了 日相就成了嫌疑犯 但博之话风一转 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证据就是他的观影票根 由于观影券的唯一性 可以证明日相在案发前 没有看过电影 那又怎么可能模仿情节杀人呢 博之这自问自答 让人很不理解 那按日相所说 林田是自己爬上梯子的 也就是说是自杀了 那西元寺在同一地点被杀 这又是怎么解释呢 九头龙说 日相离开音乐厅 大概只有十来分钟 这期间凶手要杀害西元寺 并绑在柱子上 时间很仓促 而且只有一个出口 门还是从里面上了门栓 这是一个密室杀人事件 也就是说 当大家撞门进入音乐厅时 凶手还在里面 那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当时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 就是凶手 也就是索尼亚和左右田两人 日相思考片刻后说 也不一定 门也有可能从外面锁上的 因为这个锁不是门栓 而是绿色胶状物 亲口尝过这东西的漆海 最有发言权 他说那东西应该是硬化后的胶水 也就是说凶手在外面将胶水挤进去 让门看得像是上了锁 而那古棒只是误导大家 以为是门栓 那这样的话 在短短十分钟内 完成捆绑杀人离开的动作 是不是也太快了 我只说 那会不会这些事是之前做的呢 也就是说 尸体只是出现 其实更早之前就被杀害了 还记得那张黑色后纸吗 可能与此有关 日向灵光一闪 凶手应该用壁纸把尸体藏起来了 制造出一个大一圈的柱子 其实第一次到音乐厅的时候 西元寺的尸体已经在那了 没有看到的原因是因为被壁纸挡住了 方法就是用灯架挂一圈壁纸 柱子上的灯架刚好是绕柱子一圈的 所以才会在灯架上留下了壁纸的一角 凶手当时时间紧迫 才没注意到这 那么凶手为什么要模拟电影情节杀人呢 现在也可以理解了 是为了让大家误解杀人的顺序 大家都先入为主的觉得 凶手是在模仿电影 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 灵田先被杀害 而事实上先被杀害的是西元寺 齐海说那就解释的通了 因为灵田是被吊死的 那么他小孩能着地的时候 应该还活着吧 说的没错 灵田的鞋底有血迹 由于灵田没有外伤 那血迹一定是西元寺的 这一点可以说明 西元寺被杀的时候 他还站在地上 也就是他还活着 田中说那地上并没有血迹啊 日向说那是因为凶手擦拭过了 因为地上有擦拭过的痕迹 但凶手却没有注意到灵田的鞋底 本来按逻辑来说 尸体就在边上 那擦拭血迹不是多此一举 而绑住西元寺 除了隐藏杀人顺序外 还能止血 罪目说 其实一旦心脏停止跳动 就不会出血了 没必要这么做 但这除了罪目以外 估计普通人也不会知道吧 那音乐厅开暖气 应该也是为了妨碍罪目尸检吧 罪目说是的 开了暖气 就无法准确推测死亡时间了 因此黑白凶档案上 没有死亡时间 此时博之脑洞大开 他说会不会灵田 杀了西元寺后自杀呢 毕竟他得了绝望病 什么行为都不奇怪啊 七海说 他要是死了 就不能再让西元寺的尸体出现了吧 博之说这也不难啊 第一次日向来到音乐厅的时候 林田只是假死 等日向走后 在做好伪装工作后 自杀就可以了 但要是准备这么做 应该不会选择上吊的方式吧 这上去了可就下不来了 确实如此 那么说 林田就不是自杀的 那日向看到的影像 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自己走上去的 难道是被人逼着走上去的 亦或是被催眠了 虽然这个问题搞不明白 但至少知道了时间吧 因为通讯器是没有录像功能的 日向说 看到影像的时间 大约是早上黑白熊广播前不久 发现尸体是广播后不久 那只要找到当时 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就好了吧 但那个时间 很难有不在场证明吧 日向说不对 我和罪目就有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 但那一段时间 日向和罪目在一起 应该算是不在场证明吧 那凶手就是除了罪目 和日向的其他人 博之在考虑 那个模拟杀人 就只是为了混淆杀人顺序吗 而且这模拟有点牵强 电影里第一个稻草人 确实是被吊死的 但第二个狮子是被剑钉死的啊 而西元寺却是用随处可见的胶带捆绑的 如果凶手是有计划的模拟杀人 应该会找更接近的东西吧 会不会这个模拟杀人 本身不在凶手的计划之中 因为计划杀谁都不奇怪 但这西元寺就没出过门 所以很有可能西元寺是自己跑去音乐厅的 并不在凶手的计划之中 之前索尼亚也说过 西元寺是因为穿不好衣服才不出门的 他还告诉西元寺音乐厅有镜子 所以西元寺自己跑去音乐厅是很有可能的 但凶手并不会知道他什么手去啊 那只可能是不幸的巧合了 西元寺自己跑去音乐厅 刚好撞见行凶现场 凶手只能将他杀了 但这下多了具尸体 凶手才加上了模拟杀人的桥段 那凶手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呢 博之说他记得林田的鞋底沾油血迹 如果他在音乐厅走动过 那应该在别处留下脚印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脚印和血迹 除了梯子左侧 但唯一看过影像的日像记得 画面中的梯子并没有血迹 那会不会画面中的梯子和音乐厅的梯子不是同一个 日像说可能不是同一个的 不只是梯子 连拍摄场地都不是同一个 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影像不是音乐厅拍的 但是左右田设置的通讯设备 是和音乐厅关联的 这也不难啊 凶手只要拿走 音乐厅的摄像机就可以了 但是场地选择范围不大 因为稍远的旅馆都接收不到讯号 日像回想当时的影像 拍摄场地应该是医院的会议室 凶手为了让两个地方看着很像 所以才把先前的幕布换成不太合适的黑色 因为会议室的窗帘就是黑色的 而且会议室的地板和音乐室的舞台很相似 此外还有灯光 也就是这蜡烛 因为两个地方的灯光完全不同 只能用蜡烛来当光源 而且昏暗的烛光也能掩饰破绽 也就是说日像在医院看到的画面 其实就是医院发生的事 那林田是在医院被杀的吗 并不是 因为日像看到画面后误以为是音乐厅 当他来到音乐厅后 林田的尸体已经在那了 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会议室的林田是冒牌货 是凶手假扮的 所以真正的行凶时间 并非日像看到影像的时间 所有的线索连在一起 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罪目 因为只有日像和罪目两个人 可以通过假造林田的影像 制造不在场证明而获利 能在医院拍摄影像的也只有罪目 当时他说去休息室休息 其实是去了会议室 医院只有伯枝和赤婴 两人当时都神志不清 即使有其他人来医院 也会先通过日像所在的大厅 等于是日像在给罪目把风了 但这也说明只有罪目可以做到 但罪目这个看着就想欺负的人 怎么会杀人呢 大家也觉得是不是搞错了 就在日像也有点犹豫的时候 伯枝开口了 他说他发现一个决定性证据 就是这个绳索 在绳索的中间部分有使用痕迹 按理说两头才会被摩擦吧 那凶手大概是用绳子缠住林田 再用力拉两头 那这个怎么就成了决定性证据了呢 因为罪目做尸检时 为什么作为超高中级的卫生鼓掌 连吊死和勒死都分不清呢 罪目南南说道 所有人对自己的错误一下子就能原谅 为什么对别人总是咄咄逼人 七海说我和日像一样 不想怀疑伙伴 但有伙伴被杀也是事实 罪目说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 那影像不是我 但反过来你们有证据证明是我吗 穿着患者袍 还是那种拍摄角度 加上昏暗的烛光 根本就不能确定是我吧 一项弱弱的罪目 情绪有点失控 日像说你说的很对 但有一句话出卖了你 这影像只有我看过 你是怎么知道拍摄角度的 一切证据都指向罪目 现在案件重现 本次案件的关键是日像看到的影像 早上日像和罪目回到医院后 日像在大厅看到通讯设备有讯号 这比约定的通讯时间要早一些 打开设备的日像 看到有人爬上梯子 日像本能的以为 影像是放置通讯设备的音乐厅发生的 于是急忙跑到音乐厅 但那只是凶手的陷阱 影像其实在另一个地方拍的 因为凶手提早拿走了音乐厅的摄像机 然后在医院拍下了那段影像 其实凶案早已发生 不知情的日像来到音乐厅 发现了被吊死的受害者 随后去旅馆叫人 当然这也在凶手的计划中 收拾好会议室的凶手 等日像走后来到音乐厅 撕掉了柱子上的壁纸 让西元寺的尸体出现 然后将会议室使用的摄像机砸坏 并混进了之前就破坏的屏幕残骸中 接着掰断棒骨布置现场 当然这东西只是为了制造密室 真正让门关上的是胶水 做完这些后 凶手与大家会合 并撞开音乐厅的大门 和大家一起惊讶地发现了两具尸体 凶手就是罪目 罪目不再辩驳 他说这种感觉真熟悉 如同从天上坠落 这就是绝望的感觉 原来罪目自己也得了绝望病 日像回想 罪目确实很烫 罪目还提到 他想起了一些事 比如那世界的破坏者 就是未来机构 所以遗迹的大门上 有未来两个字 把大家弄到岛上 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现在的罪目 根本不是大家所熟悉的罪目 简直是判若两人 难道被抹去记忆的大家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黑白熊看着再聊下去要聊爆了 赶紧开始颁起审判 随時熟悉 随时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